中医常说 以行补行 吃猪脑补脑 干嘛呀 嗨 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Charlotte 领考压力爆棚 移上考场全望光 紧张过度还看错题目吗 这集要来告诉你 如何让思绪活络 目光如炬 情绪安定 答题时可以纹丝全容不打结 考前补脑必吃猪脑 猪脑100克里大约含有818毫克的DHA 而DHA是少数可以直接通过血脑胀壁进入大脑的营养素 同时也是构成神经传导物质的重要成分 使讯息传递快速 思绪灵活 但是猪脑中的胆固醇含量极高 同时还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 吃多会造成发炎 加重身体的负担 DHA是大脑最主要的脂肪酸 也是视网膜最重要的组成 视网膜存在许多感光细胞 当DHA浓度足够时 可以维持感光细胞的活性 将讯息快速传到大脑 让视觉清晰 同时 DHA也可以调节板碱线油脂分泌 所以不容易造成眼睛干涩 除了前面提到 DHA对视觉和大脑的作用外 也能帮助情绪平稳 可谓一吃三补 比较建议从深海鱼类和枣类中摄取DHA 因为这些食材不像猪脑含有大量的胆固醇 属于低负担优质DHA补充来源 烤前不熬夜 均衡饮食加上充足的睡眠 更重要的是平常心硬烤 一定可以齐开得胜 希望每位考生都能顺利发挥最强实力哦 留言鉴定团 我们下次见 拜拜